好,各位大家好 這是我的2002年的Sienna 現在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 Engine Check的燈亮 好,我們現在來啟動 OK 我們看到這個 引擎檢查的燈還是亮子 那怎麼處理呢 你需要有一台機器 這台機器就是ODB2的電腦 然後接上它的接頭 好 好,確定它已經接好了 然後 開電 然後第一個就是 診斷 然後按Enter ODB2 對 來,同時我們來看這個 引擎診斷的 引擎Check的燈還是亮子 好啦,這裡說什麼呢 這裡說 Erase Previous Store Data To Save Data 不管,Yes Yes,Enter Enter 然後 第一個選項是Read the code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個Code是什麼 Stored 它儲存在裡面的錯誤碼 P0440 Evaporated Emersion System 好 大概修理 它告訴你修理的費用大概是10塊錢 OK OK 好,跳出 好,跳出 然後在 下面有一個按鍵 Escape 是跳出,往上一層 跳出 然後現在 往下 Eraise the code 然後按Enter Eraise Troubleshoot Are you sure? Of course sure Yes DTC DTC and freeze Data will be lost Do you wish to continue? Yes OK 不見了 就這樣 因為它有時候錯誤只是暫時發生的 它儲存 儲存下來 然後希望你解決一些 引擎可能有一些問題 或者你車子太久沒開 油太髒什麼的 所以你就把它Eraise掉就好 等到下次真正又出現的時候 我們再來處理 或者是真正有什麼東西壞掉的時候 我們再來處理 OK 謝謝大家的收看